大家好,我是大發活顧客服務部的Jacky 我們公司推行媽媽間已經超過三年了 我是邵行清潔有限公司總經理,我叫Joe 我們公司推行婦女友善工作和媽媽間已經超過六年了 在未請媽媽間之前,其實我們公司主要請的是全職 但我們發覺都有請兼職的需要 因為有些店舖的繁忙時間都不同 所以如果我請一個全職的同事的話 反而就配合不到營運方面的需要 但一個穩定的兼職也不容易請的 後來我們在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互相了解之後就有請媽媽間這個想法 媽媽間的好處我相信是彈性相對較大 因為我們會跟每一位同事或者媽媽 去討論上班的地區和時間 最重要的是我們覺得媽媽間的同事 如果做得久的話他們會更加有一個投入性 因為他們相對於其他同事都會更加穩定 對於我們僱主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我們因為請人比較困難因為我們那個行業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考慮推行媽媽間 媽媽間幫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 因為多了一些大量的勞動力 可以幫助我們的全職同事減輕他們的工作 我們也很感謝香港婦女中心協會長期跟我們合作 亦都協助我們去做一些招聘 搞一些講座 幫助我們招聘了很多媽媽間的父女 我想媽媽間的困難最重要就是 我想前期的時間頭又會比較大些 因為媽媽的需求對工作的需求 和我們店舖分店對工作的需求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 我需要花點時間去做一些溝通 另外一樣就是地區性的問題 很多媽媽都會有機會覺得 如果要跨區工作的話 地點相對遠呢 他們會有些考慮 怎樣解決其實都不是太難的 初期可能花多些時間去互相傾談 對方的需要 互相配合 還有最好可以找一些NGO協助 因為他們更加知道一些媽媽的考慮 我們推行媽媽間其實會遇到一定的困難 因為媽媽間他們上班的時間 和我們全職的同事是有分別的 去回9至3 他們收了工之後 我們同事是需要繼續工作的 所以我們在偏眼上面 就會特別留意到 希望他們可以互相配合到 亦都和我們全職的同事 解釋他們的上班時間 為何我們要請回去 希望他們諒解公司的政策 對方的工作 繼而推行媽媽間會更暢順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開放和溝通 開始接觸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給雙方多些時間去溝通 了解互相的需求和需要 去配合大家互相遷就體諒 才可以創造一個對公司也好 對媽媽也好 一個穩定和對大家有益的工作崗位 可能很多的媽媽 在未接觸過外界一些工作 初頭要踏出第一步的時候 抗拒一些跨區工作 但是很多時候 僱主也都在不同的地區 有一個工作需求 反而需要媽媽去做跨區 當僱主願意去給一些支援 譬如說交通津貼 或者其他支援的時候 希望媽媽都可以站在去 對方考慮 願意跨步去試試 所以總括來說 最後都是希望在初期大家去做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有商有良 互相為對方的角度去做一個考慮 這樣就可以創造一個好的媽媽的工作崗位 我們很希望如果做媽媽的同事 有些責任 如果他們請假 希望盡早通知公司 變成公司容易安排 去找其他同事替代回去的工作 尤其是在暑假比較長的時間 我們會給他們多一些誘因 希望他們可能找到一些照顧者 幫他們照顧小朋友 反而他們從媽媽間 轉為一個公事比較長的全職同事 很感謝公司 很感謝我的上司 因為上司隨時會跟我們溝通 公司又給我們這麼彈性 上班時間給我們 因為這些要照顧小朋友的媽媽 照顧家庭又上班 又有多少收入 所以很感謝公司 同時之間又會互相幫忙 壓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也會繼續在這裡上班 都很感謝公司給我們措施 可以給我多了時間去照顧家 跟我們相處得很融洽 因為我們平日 就算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好 我們都會有傾有量 都開心地一起工作 因為我是有小朋友 他們也不會介意 去幫忙做我其他手上的工作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的 共建婦女職場新動力 有職可尋計劃 由2019年開始推動僱主 提供更多婦女友善職位 措施包括彈性上落班時間 彈性請假 帶同子女上班 以及可以提供時間 給僱員外出接送子女放學 如果僱主能夠向員工提供婦女友善職位 相信能夠幫助更多婦女重返職場 對公司和員工都會是雙贏的局面 各位僱主如果想進一步了解 如何推動婦女友善職位 歡迎和我們聯絡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共同建立 更多婦女友善職位 讓婦女可以沉回自己 男友善職位 男友善職位 男友善職位